自来水第三区管理处将在8月20号进行新竹给水厂第二进水厂的原水管修复工程 到时候从8月20号的中午12点开始到8月21号的中午11点 影响的范围是新竹市的东南区域有39个里会受到停水影响 新竹给水厂第二进水厂原水管有修复工程 那预计8月20中午12点到8月21点总计23小时会停水 停水范围大概在新竹市的东南方有39个里 43,600户 那这停水区域的用户请及早出水 除了39个里有停水影响之外 还有50个里也有水压降低的情况 在管线末端的区域 水公司将会吊派水车提供用水需求 停水是23小时接近一天 那我们是针对附水比较慢的地区 所以是比较高地总计12个点 那相关地点请上网排水官网 自来水第三区管理处副处长徐文林表示 8月20号新竹第二进水厂原水管修复工程 如果遇到雨天或者是特殊的原因没有办法施工时 将会另外择棋进行施工 记者万事连采访报道